你 姚总 小嘴挺能说的呀 是不是说太多了 没有 说得刚刚好 诚意很足 家底也很足 那阿姨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我是这么找你们嫌弃吗 你们一个两个都搬着我 完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我一个人不知道 你别紧张 交给我 那你先做好了 我 我怎么讨厌嘛 你听我讲 你听我讲 关会也 也没跟我说过 是我通过自己的观察 我才 才发现 我 我 妈 我知道 你才剩我的气 其实我跟志明的事情 我是想等实际成熟以后 再告诉你 但是中间 中间因为各种原因吧 我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我向你道歉 是我做得不好 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好 不用道歉 这是你们俩自己的事 我怎么可能不跟你商量呢 你是我妈妈 你的事情 也要妈妈知道 并且同意呀 你真的想好了 想好了 你真的了解她了 妈妈 志明是一个 面冷心软的人 很多人都觉得她不好相处 可是她的内心非常地柔软 很善良 对谁都好 无论是在职场上 还是在家庭里 特别地有责任感 每次当我遇到难题 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是她站出来帮助我 默默地守护我 给我温暖 最主要的是 妈妈 我跟她在一起 我每天都觉得好开心 好幸福 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她 所以这一次 这一次你能不能支持我 不好 好 爸爸相信你的眼光 相信你的判断能力 多好 我的宝贝女儿 找到了 可以托付终生的人 妈妈心里踏实了 妈妈相信你的眼光 好 相信你的判断能力 哎呀 多好 我的宝贝女儿 找到了 可以托付终生的人 妈妈心里踏实了 好 你这是什么造型啊 你帮我衣服全洗了啊 所以你就批着这个 备单出来了 不然呢 光榜子像变态吧 那看来是个好信号 什么信号 给你做饭 给你洗衣服 那就是把你当成一家人了 对 听起来不错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 不过可惜了 我之前跟毛毛幻想 如果以后我们赚到钱 就去夏威夷海滩上躺一天 然后看鸡肉男 现在是海滩也没有 这鸡肉男 还什么都看不见 没意思 当乱里不叫能开干吗 你干吗 你要干吗 你干吗 别过来啊 你别过来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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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傻花 我正在叫急 花花 妈妈 你妈妈现在都学会敲门了 敲 敲 早就会敲门了 你不在家 时间多 我 你再不在家 我都先 灯 灯 敲一下 宾馆服务员不都这样吗 我又没礼貌 对 对 那 那这橘子 很甜很甜的 给那小子尝尝 妈妈 你 你搞错了吧 她在楼上呢 别装了啊 你妈 你说什么 老老老 哎 敏敏 你以后走正门啊 不要怕那个 软不垃圾的那个梯子 那上去了 晃来晃去的 多危险呢 那万一摔下来 摔残了 摔废了 怎么进我们买家门的 害得我还是要伺候你的啊 听到没有 你什么呀 我妈是让你吃橘子 别在这儿摆造型了 妈妈 摊牌的 我 也终于拥有 幸福了 所以你是哪位啊 一个叫明明的肌肉男 听起来怎么都怪怪的 等会儿你就不觉得 奇怪了 你这好干吗 明明 十点半了啊 吃了橘子 马上回自己的屋子睡觉啊 最多在十分钟 听到没有 十分钟啊 钟看了啊 不是 你 麦成欢 你来得正好 什么智能套房 马桶马桶冲不下去 大白天窗帘关得死死的 小致 关下音乐 好的 主人 小致 开窗帘 好的 主人 可以了 姚叔叔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知道我不会用这些个智能的东西 你还让我住 你是故意折腾我是吧 落井下石 朵叔叔 袁叔叔 这个房间是您自己要升级的 跟我可没有关系 赖不到我头上的 你走 走 走 早晚被你气死 我好不容易出来 这个房间你看比监狱还可怕 你要赔我精神损失费啊 你太恶毒了你 我要知道你这样的话 我就不让我儿子跟你在一起了 姚志明小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帮他 他自己一个人 打落牙齿 吞到肚子里 才走到了今天 可比您今天困在这个房间里难多了 现在您就因为这么点困难 就大呼小叫起来了 你是替志明来唱黑脸教育我的是吧 我知道 年轻的时候我是不靠谱 害苦了一大家子 可要说我对儿子不是真心的 我不希望他好 那是冤枉我 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好好地改 好好地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 姚志明那么小的时候 你就离开了他 没有建立好良好的父子关系 如今您想回来就回来了 想享受天伦之乐了 那换做谁 都应该不会答应吧 姚叔叔 如果您真的是想要改变 想要靠近他 那就让他看到您的诚意 比如 从换一台新的智能手机 融入新的生活开始 智能手机我不要 智能套房还没弄明白的 刚刚您才说想为他好 想要改变 连换个手机都做不到吗 有了这个手机 您可以注册一个微信 不光可以联系到他 还可以看到他的朋友圈 这样一下子 你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不就拉近了吗 不是 这个太难了 我真的不会啊 您之前不是说 让我们给您换个行头吗 那这就是第一步 您不会 没关系 我教您 慢慢来 我等了十五年老 真的什么都不会 我要怎么样做 智明才会相信 我是真的在干 我以前也是 什么都不学 就会享受 都会享受的话 我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我还有另外一个办法